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之前准备PPT的时候看着所有页面发给我全是英文的 然后就准备了一个英文的PPT 没有想到它其实是一个中文的论坛 那我就拿中文讲好了 而PPT英文我相信大家应该问题也不大 我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talk是把Language Model部署到任意设备 任意设备可能就是有点以偏概全 就比如说我们至少目前做到是可以做到手机和开发板上 单片机不是单片机就是那种Linux开发板上可以部署 但是你说任意设备单片机这种肯定还是差得有点远 然后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冯思远 然后目前是Apple X Team两个的PMC Member Context是说 当我前面讲说我部署的时候用了这个Machine Learning Compilation的这个技术 那么首先我想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机器学习编译 然后讲一下这个TVM Unity里面的一些abstruction 因为整一套东西是GUT 阿发是TVM去做的 另外后面第三部分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模型部署下去 以及最后可能有一些总结和一些思考 首先讲一下这个Machine Learning Compilation 这是一个原本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 System的优化问题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不同的应用我们应用是一致的 就比如说像USNetBot的 或最近的比如说像SD和这个Language Model 它都是一些非常标准的跨平台的应用 但这些应用呢我们在不同的平台上都需要部署 比如说像Server PC以及Mobile设备 那么在之前呢我们遇到的问题是说 每一个硬件平台大家都需要有一个独立的这个Library 也就是运行库 就比如说装过CUDA 装过这个PyTouch都知道 我们要装CUDA和CUDNN对吧 然后在CPU上有相应的MKLDNN AMD上有这个MI Open 但我估计AMD的很多人可能就不知道这个事情 然后ARM有它叫ARM Compute Live 然后Apple的那个那些芯片 Apple Silicon上面有这个CoreML 那这个Apple Silicon它包含了手机 以及包括一些可能日印的M2 M2 Max M2 Ultra这种芯片 这上面其实有不少可玩 请我后面会讲 那么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 这个没有想到这个是贴体屏啊 这个字放在下边 就说问题是我们不同的这个Backhand 我们都需要一个特殊的这个硬件去 这个Library去支持 那这个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我们如果想在一个新硬件上面 去部署我们的模型 那很可能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CU它本身不支持 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部署不了 在推套框架下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我们有新的模型进来 它可能会带来新的算子 就比如说像Language Model 它会引入一些Attention的算子 Attention上的一些特殊优化 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这个Flash Attention 那么它如果说这个算子CU 它本身不支持 那这个东西就也没有办法去做 所以一个解决方法是说 我们把中间这一层给去掉 变成一个统一的机器学习编译的一套系统 去尝试用一套一个Compiler 去解决所有的这个上下层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有点回到传统编译领域 LBM它干的事情 LBM它解决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我不同的前端语言 比如C CNR或者一些其他的语言 然后我们后端有不同的后端 比如说XVIO CPU 它还可以支持CUDA和AMD的一些GPU 那LBM解决的这个问题 它就是通过中间一层这个IR的方式 用编译的技术去解决 那么我们可以同样把这套技术 迁移到我们目前新的这个问题上来 就是它是机器学习编译 那这个就是一个机器学习编译的一个总要 这个减数 然后第二个是说我们在机器学习编译上 就是RHT比较做哪些工作 那说我之前说到IR是一个编译器上的一个核心技术 那么同样的我们在TLM Unity里面 同样引入IR这个概念 并且把IR作为我们的核心 核心的抽象 比如说我们把IRModule作为一个核心抽象 比如IRModule里面包含了我们所有需要优化的这个信息 比如说这个例子里面 在这个Language Model里面 我们一个IRModule包含了preview,decode的节奏 包括还有一些init和metadata 那都是IRModule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部分 那么除了当然一个IR它必须要有这个术语节奏单 它还有syntax 我们用的syntax完全是用了Python的语法去表达 这个就是我们左边这个IRModule打赢出来的结果 我们可以通过一行指令 就是这个model.show 就可以直接把左边这个IRModule给打赢成右边这样一个Python的形式 然后值得注意的事情是Python这个表达式 它是完全符合Python引发的 也就是说你用任意的ID加上任意的PyLint也好 然后其他的一些Tooling工具也好 它不会曝光你 并且它会有自动的代码股权 只要你有Python的代码股权 它也是可以自动的有代码股权的 所以我们借用了Python的这个生态环境 使得我们做到一个用户体验非常良好的IRModule 这也是Python这个语言带来的一个核心优势 但是反过来说因为它是一个IRModule 所以它本身是没有办法在Python里面执行的 因为它是一个IRIR它不是一个高级笔 所以说它是一个Decorator 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TVMScript的IRModule 这个Decorator 我们可以把下面这段东西给反向Path 成它的C++的Data Structure 但是我们并不能够在Python里面执行这个东西 我们只是借用Python的Syntax去表达我们这个IRModule 如果做过这个机器学习系统优化和机器学习编译的话 都知道就是说Dynamic Shape和Symbolic Shape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 但目前业界也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解释方法 然后我们在TypeMunity里面 是做了这个Native Dynamic Shape的Support 也就是说Dynamic Shape 当然Dynamic Shape也是我们做这个Language Model的一个必备条件 因为Language Model它的Sequence Ness是变长 它天生是变长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这个Dynamic Shape的支持 然后讲完这个IR本身 那么下一步就是有IR它必须要有优化的吧 下一步就是一个优化的方法 我们优化同样在所有阶段在Pathet里面完成 从import 我们可以从Python去找入一个模型 然后到右边的这个transform 就是IR的一个变换 然后包括左边这些 就是这个是一个算子优化的过程 就是说我们是把某一个算子拿出来做一些这个 循环展开也好 或者说这个底层的这个硬件级别的优化也好 然后最后右边这个deployment 它所有的环境是在Python中可以执行 也就是说我们的所有优化和语法表达都是Python 我们是一个Python first的这个生态广迹 原因是Python它现在是一个最热的这个生态最完善的这样一个语言吧 当然也有人会问就是说我们用了Python这个deployment 我们是不是就限制了我们必须在Python的环境上运行 那其实不是的 就是说在这一页说我们build的这条指令 你可以在Python里面做 但是你build的当然也可以不在Python里面做 但你build出来的这些可执行文件 它是可以完全独立于Python这个环境的 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左边这个rmodule 我们通过build可以生成Python的执行环境 也可以生成CIR的执行环境 甚至这里可以有一个JavaScript的执行环境 我们可以直接在榴弹器里面通过JavaScript的运行 那你说如果需要加更多的 这个其他的运行环境 你主要TVM它本身是支持的 它就可以做到 然后回到正题 今天的title是language model 回到正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把language model 部署在这个各个平台印象上 首先最大language model大家熟知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是它模型太大内存放不下 对吧 显存放不下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量化 那量化呢 我们更激进 比传统的这个int8更激进 我们做了int4量化 那int4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个int32 或者用int32 这个都是一样的 我只需要一个32为长度的一个 所有设备都支持这样一个数据结构 然后我们通过微运算去把八个元素 通过微运算4比特的把它排起来 我们就得到一个八个4比特的这个int4的数据结构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int4这个事情现在在传统CPU GPU上都是一概不支持的 你不能原生用int4这个数据概念 甚至你在CUDA里面打int4它是四个int32的意思 它不是4比特int的意思 如果你有写过CUDA C的人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得微运算去把这个东西进行压缩 那么为了更进一步在某些特定的设备上去进行 我们还领入了int3 同样这个概念 用微运算去压缩 那int3你用int32去压缩的时候 它会有这个气泡 就是会有空余的鲁鱼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有两种对齐方式 你是16bit对齐还是32bit对齐 但无论如何你都基本上是int32会可以压缩10个int3 或者8个int4 这样一个情况 那这个东西会比int8小一倍 也能在有限的设备上跑出更好的结果 当然有些人会问说int4这个东西表达能力会不会受影响 我这个东西我评价两点是第一 现在language model没有一个准确的达宝 你不能通过一个模型说我掉不掉点 就以前每个模型加速量化之后 它可以说我掉不掉点掉点多少 但是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它是没有掉点的概念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合适的benchmark 在肉眼来看呢我们在一些训得比较好的模型 比如说Lama上我们如果是int4在contact size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 是不会有影响的 肉眼可见 肉眼看起来没有影响 然后还有一篇论文的支持是说在相同内存限制的情况下 我们用7B的int4 7B的int8和13B的int4比是13B的int4要性能更好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硬件的内存大小是棒的 那么我们int4的表达能力是通常会比int8要好的 但我说是通常这个东西因为现在LanguageModel太乱 所以它还是因模型而已 有些模型你用int4编译它就跑不了 这个就是我们压缩量化后的一些尺寸 基本上说我们可以在Mobile上面跑前四个压缩方式 比如说像RedPajama的3B ChallengeGLM的6B 包括Lama的7B 我们都是可以在这个手机上去跑 但这里有一条非常奇怪的事情 唯一一个Q3是为什么的 就是说iPhone上它有一个4GB的单应用内存限制 所以说在iPhone上我们必须得用Q3去再压一下这个数据的内存 因为这是weight的大小 它还有一些运行时的一些额外的数据开销 所以如果用3.2G我们试过是压不到4GB以内的 所以我们必须得用Q3去做这个iPhone的试固 但是除了iPhone以外我们基本没有用Q3 因为Q3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它压缩的精度太低了容易造成精度损失 第二个事情是Q3因为它的对齐模式不是特别友好 所以它的运算性能甚至比Q4是要慢的 然后这里还有两点是说我们可以在desktop上面 就是一些个人的PC上去跑这个13B的游戏 我们需要6.8G的显存 大概你再加上一些运行时的显存大概是10个G左右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3080上或者这种顶尖的游戏卡上去跑这个13B的游戏 然后更有趣的事情是说我们可以在M2 Max上面 就比如48GB的这个Unified Memory的M2 Max上面去跑这个70B的Lama 2 这个事情是我们第一次在除了顶级服务器GPU以外去跑到70B Lama 2的一个试骗 因为之前都是要A100甚至多张A100才能跑这个70B的这个Inference 但我们现在说只要只要一台M2 Max 比较一下价格呢M2 Max的时间很贵 但是你跟右边这个一比大概就是五分之一的价格 所以如果你是个人玩或者小规模的这个部署的话 其实M2 Max性价比较蛮高的 那么除了这个内存的优化 我们在Language Mode上还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计算的优化 或者是算子层面的优化 可以看这个模式 这一个Subgraph 就是说我们因为有量化 所以我们必须在做矩阵成法之前 我们先要把它反量化出去 这是一个Dequantumize的过程 然后再接一个MathMall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这个反量化的 加上计算的一个模式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右边我们所有的这些计算 我把这个所有的内存班一算出来 它一共需要18.26兆的内存访论 就是Globe Memory 也就是显存的内存访论 如果你是UliBankM1 也就是那个内存的访论 你需要18.26兆 可以看这张图里面哪一个部分最大呢 是中间这个部分 解码之后的这个MP16 这部分的内存加油是最大的 而且这个东西你需要去先写回内存一次 再把内存里面去读回 它是占两次的 那么有没有办法吧 中间这个去掉呢 这个operative fusion对吧 大家都懂这个 如果做过这个机器学习优化的话 operative fusion这个事情大家都懂 那你可以通过Fusion吧 中间这个部分的数据在片上保留 所以你就不需要去写回这个GlobalMainway 它的好处是我们把总共的内存访论 从18.26找变成2.26 基本上小了不到多少倍 只有六七倍吧 那么这个东西它好处是什么 好处是说因为我们是一个GMV 或者说我们Metamod这个 Fash Size会通常来说非常小 通常是一到四以内 所以它是一个严重的Mainway Bond的一个计算 所以说如果我们把Mainway的这个Access的数量减少 它其实就是减少 它就是提高了这个顺利性速度 我们实际测出来 比如说在一些游戏卡上也好 或者手机上也好 基本上都达到了它 就是理论的这个内存带宽 所以如果说我们需要 18.26兆的这个带宽访问的话 运行占比会比2.26兆的内存访问 运行时间增长六到七倍 所以就这个东西它能够把这个 整一套influence的时间压得很快 然后讲一下 回到标题那边 我们能解决了部署language model的问题 那么怎么把它部署到 everywhere 那 everywhere是这个 就是说我们有不同的这个 devices也有不同的run time 那我们不可能用不可能每一个run time 去跑这个部署的过程 那么解决方法是说 我们通过把这个model 因为model是通用的 第二步过这个我们的compilation 也就是TBM这个 MLC language model 或者TBM这样一套编译流程 把它编译好 生成出我们需要的这个weight 和这个中间的R表达模型 然后再通过TBM本身的这个collagen的部分 去把它生成出我们右边 想要的这个不同的这个target上的代码 也就是说我们直到这一步为止 它都是统一的 我们可以回到 回想一下之前那张图 就是那个machine compilation 所解决问题 我们把不同的这个运行库的 这个依赖给去掉 我们用同一个编译器 去解决所有运行库的问题 那我们这里同样就是应用那套方法 我们在编译的时候 编译出了我们支持任意设备运行党 然后再通过collagen的办法 让它能够真正的运行在各个不同的平台上 然后这个是一些这个demo 这个是70P模型 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是70P模型 M2 Max上面 然后这个是一些mobile device 就左边是iOS 右边是Android 这个是本地部署 然后性能大概是测下来 7B的LAMA运行速度大概是7个token里面 6到7个token里面 然后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个项目 就是我们可以在webGPU上跑 也就是说你只要打开浏览器 你本地不需要装任何这个板件 你可以在浏览器里面调用本地的GPU资源去计算 这个事情是基于webGPU它一个最新发布的协议 Chrome大概也就在两三个版本之前吧 支持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率先支持 比如说你可以在浏览器里面直接跑 这个也是一个70P的model 应该是70P的model 但是anyway70P可以跑 我不知道这个demo是不是70P 如果你的机器可以在native的跑70P的话 这个浏览器里面也可以跑70P的model 然后这是一些performance 就是有很多人会关心这个performance 基本上7B我们在单batch的情况下 14.190可以达到164个token每秒 然后13B也基本上是90多个token 这个速度已经是非常快的 然后值得注意的几个点是 第一个是我们能够在AMD的机器上跑 这个是AMD自己的官方库可能都还没有做到的事情 我们在AMD的机器上游戏卡上跑起来 并且它的性能跟4090基本上接近 但它的价格比4090便宜一半 这个是我们用机器学习编译的优势去在AMD上做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Arduino 470就是budget2的机器 我们基本上做到7.0的token 13P就放不下了 那没办法 13P你量化之后在手机上目前就放不下了 现在我现在知道有些安卓机什么 就四个机的内置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有更多的可玩性 还有一个事情是我下面有一行没写 就是这个礼拜刚刚做出来的一个结果 在一个ORANGE PI 也就是这个RK3588的一个芯片上跑出来了 一个结果 然后7B的模型大概是三个token每秒 然后值得注意的是两个事情 第一是RK3588这个东西它本身是搞玛丽GPU 它本身比较弱 性能是这样没有什么办法 但它基本上会勉强能用 你可以跑个3B的模型 那基本上就觉得头肯没了 但是另外更有趣的是 我做这个RK3588的这个GPU 我只花了两天 其中一天半在装驱动 半天在部署模型 也就是说我们这套框架 它是完全具备这个可迁移性的 你可以完全把这套框架部署在一个 我没有见过的一个GPU平台上 那当然前期是GPU 因为我们最好 那些是GPU做的 你只要有一个GPU平台 可以完全没有见过这个GPU 是长什么样 但是我们只要部署上去 因为我之前没有做过RK的东西 也没有做过马力的东西 那我说我花了半天时间部署上去 OK好像性能还可以 然后稍微profile一下 大概花了两个小时 然后稍微调了一下 那性能大概提升了2、30% 差不多的暴定了 这就是我们目前这样一个可迁移性的工作 然后最后总结一下 两点 第一点是说我们用Machine Compilation 做了什么事情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做了4bit量化 并且我们做了这个Universal Deployment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 我们的模型部署在任意的这个设备上 从这个high-end的这个Server GPU 到这个smartphone和Edge Edge就是ORANGE PIN 就这个RK3588的板子 都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另外我们还实现这个 Outstanding Out-of-box Performance 为什么我们认为是Outstanding呢 就是说我们算过每一个算 它low是打满了这个内存在宽 那基本上已经达到硬件入外了 这个再往上提升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硬件提升跟我们没有关系 第二个事情是你在图层面 可能还有一些优化的空间 比如说像之前提出的Flash Appension之类的 这种类似的工作 可能还会有优化的空间 但是在图不改变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算子生成的能力 基本上已经能够达到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然后同样再问一下 为什么 就是说我们 Machianate Compilation 就几个重要点 第一个是说我们用一个Compiler 来去解决所有的白黄的问题 这个是大幅度减少工作量 尤其是你在需要去部署 到不同环境的情况下 第二个事情是说 我们把这个不同的优化空间 放到一起 也就是说我们本来要优化 五个设备的人力 我可以集中到一起 使得说我在这个优化点上 能够达到原本五倍的 这个人力效率 就是说原本我每个平台 可能需要花一个月 去把它性能调好 那我现在五个平台的人力 集中起来 我只能只要花一个星期 我就能把所有平台的事情调好 或者说你可以减少五倍的人力 去做这个事情 第三点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说因为有这个Compilation 我们才有了这些CodeGen的能力 也就是说我们才有了 inter4的优化的这个部署的可能性 你如果去调用这个计算库的话 你inter4人家不支持你 完全部署不了 然后我们前面提到这个Fuse 这个把DQuantum S 和Metamorp Fuse 起来就做了 你如果计算库不支持 你也完全做不了 所以只是就是因为有个Machine Compilation 我们才可以做这些油管 这个其实是Machine Compilation 最关键的一个点 然后接下来就感谢一下 我们TVM社区 以及Apache整个基金会 然后包括感谢一下 就是我们在Apache TVM之上 做了一个Machine Compilation的 这样一个community 然后它有一些独猎项 它有一些小项目 这个可以去自己看一下 其中这个Web Language Model 和Web Safe Fusion这两个工作呢 它是基于Web GPU做的 所以你手机上打开这两个网页 它会给你报错 因为手机上现在没有Web GPU的支持 你需要在最新的Chrome上面 可能还得开个Flag 然后它就可以做 这个在线的这个应验推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